早上大家好 這是第二段影片 想說一些關於大家開遊戲時可以做甚麼 尤其是開了Web App的時候 能夠做甚麼 基本上 也不會十分之多 因為30個開了Web App的時候 你能夠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每天Lock in 等他送甚麼Rewards 等他送甚麼Pack 給你去抽 其實也可能是200 Coins 400 Coins 或者可能是 幸好有人中到一些漂亮少少的再買到錢 這件事是很被動的 基本上如果你說 會不會可以早些抽卡 有人說過一個很變態的Glitch 就是在2020年購買了FIVA Points 然後等到6日轉過去馬上抽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方法 可以在6日前轉過去 就在Web App裡有FIVA Points 可以抽 我覺得有點不實際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沒有需要這麼早抽 你6日放一張Credit Card 狂抽抽到你偷多少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不像實際 反而有人會問 第一天第二天怎麼可以炒卡法 其實我覺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說一下市場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有一個 我深入了一些 點給大家看看 究竟 其實第一個星期 基本上發生甚麼事 我可以和大家說 第一個點是 基本上市場是超級undervalue 新遊戲、新伺服 雖然球員數值和每一集差不多 但是由於很多時候 很多玩家都不能在第一個星期 摸得熟 究竟哪些球員是好用 哪些球員不好用 而導致他們的價錢變化很大 當然很多人都會知道 其實這遊戲會有兩種很極端的玩家 第一就是 根本就是完全不課金的玩家 基本上就是靠打 比賽贏回來慢慢儲存 但有第二批的玩家 就是一開球 第一天可能已經放萬多萬元 然後就去抽卡 賣卡再去買自己想要的卡 所以第一個點 大家要很清楚 就是如果你們抽中了一些很特別的卡 我會建議大家去抓這些 所謂的Lazy Buyer 因為如果你抽中了 基本上跟Team of the Week的卡 的情況一樣 大家知道 每周三出完Team of the Week之後 那一天出的卡是特別貴的 因為供應較少 而很想買的 幸好還有雲迪核 包皮 或者不要說這麼誇張 那些 中了的用特的阿古魯 那些 基本上你可以再設高 給所謂的Footbin價 再設高一點點 很多人都會拿Footbin的價 去參考 但我覺得你可以拿去再高一點 因為開遊戲第一兩個星期 真的很多那些金主 是就這樣 30萬、30萬、50萬、50萬 這樣載下去買的 在我們做炒家的立場 10萬、20萬很多 但對他們來說 我有我就載下去 因為說真的 他們負責幾批 720 回來 其實都可能會有二十幾三十萬 所以 大家應該按照這個方法去做 第二 我建議大家 如果有任何時候 做到任何SVC 買到卡的東西 全部賣掉 買到錢的東西 全部賣掉 基本上 尤其是那些consumer items 因為開遊戲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用這麼多 當然 你說Campstar 那些當然是拿去買 例如Hunter 那些拿去買 但如果有一些 就這樣 就這樣 立即變成錢 你不要再放在市場上買 寧願就這樣買 拿錢 就算 我連一個小時都不想等 OK 那當然 連買的就是 所謂的 快售卡 值七百元的卡 我都會就這樣買 不過 有一樣東西 想大家去看看 就是 我也建議大家 一開始做完所有的SVC 但有些人都問 究竟SVC 怎樣做才好 有一點點暗沉的說法 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去Food Bean 基本上就是去Active Challenge 然後選FIFA 2020 因為開頭的SVC 很多都是這些 Hybrid Lead Hybrid Nation Lead and Nation Hybrid 這些很簡單的SVC 大家應該要做些甚麼 就是按進去 按進去 看看 那些人究竟是用甚麼卡 去完成這個SVC 因為 他們會有很多新的 Ranking 告訴你 一些Solution 究竟是怎樣去解解這些SVC 基本上一些懶的人 就會向這些SVC 直接買回來 就完成SVC 所以 這些卡 往往 會比 一般的垃圾卡 會有更大的潮力去升 不一定是Rare Gold 這些 Abrosen Silver Rare 或者Non-Rare 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大家 最初 應該要向這些 所謂的SVC 目標 去投資 這些卡 我這一刻 不可以馬上告訴你 買哪一張 但大家要有這個概念 去知道 這些都是你去賺錢的機會 而不是每次都說 我要買10隻肥料 然後抹高 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 但有另一件事 如果你很幸運 真的中了 迪布尼 中了 雲迪克 中了 斯朗 那些 不要馬上賣 這些我不建議馬上賣 為甚麼 因為我都說過 在第一個點 我講過 市場是長期 在第一個星期 有一個undervalue 的狀況 供應 不是說真的多得那麼厲害 加上 大家都知道 開PAC的時候 他不會有那麼多PAC 還是那些12張卡 然後有3張 Rare Item Rare Item 不是Rare Players 基本上 出的機率不是很高 加上 一定是把機率收到很低 開頭 所以我這裡也抽了幾張球員 的卡 給大家看看 甚麼叫做長期undervalue 看看Lukas Mora 你看到他剛剛開遊戲的時候 先是說值大概2萬 鬆一點 但其實他升了 兩個星期 升到六萬多 你想說是一倍 這就是我講的undervalue 因為如果那張卡是有用的話 就會形成這種 很多人都會 爭著買去買高的價格 因為開遊戲的時候 真的不是十分多卡 可以是很 user friendly 去打到weekend lead 尤其是前鋒 所以很搞笑的情況就是 很多人會只存錢買幾張卡 而導致那幾張卡長期缺貨 或者長期被人浪高 還有哪幾張卡 可以給大家看 Fennepin Anderson 也是非常好用 是因為 Lukas Mora 也是那句 他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速度快 Agility Lukas Mora 也是速度快 Agility 高 而他也出現了 最後到10月3日 我不記得 10月3日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會跌得那麼厲害 但是 如果不一定是出了 某些 event 或者一些公開 基本上他應該是保持著 一個不錯的數目 我還有找多了幾張 單比利也是 速度快 Agility 不升 又是 十幾號 大家記得去年 我們玩過甚麼 單比利這張卡 集體整個Telegram Group 一起炒一張單比利 由12000元炒到18000元 炒到整個伺服器 所以 真的可以賺到 但最後當然 池上水那些 當然是豬子 所以 這也是一個 所謂的 Under Value 現象 有一些 不是Under Value 現象 相反的 就是某些卡 根本完全不會用 Henry Kane 完全是一個相反 沒有Agility 沒有速度 只有射球 只有體能 結果是怎樣 基本上 剛開始 跑場 大概幾乎 免得 一開始 成功 基本上 這些數目 沒有用的卡 Frankey Dion 也是 カ mot 是用的 不過 這張卡 不能政府作' 作准 未能把 這卡 考慮了 結果 需要 沒有Rare Gold 所以不應該有這張卡 Lan 8 也是一張Under Value的卡 沒有人知道他那麼厲害 對不起 我不應該說粗口 又是由兩萬多 到十多萬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例子 我還有一個例子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所謂的最OP 最價值 最高的卡 我就建議大家三四天內好放 剛才給你們看的這些卡 都是五萬至十萬的卡 但去到雲迪卡 這些是一開始起手 三四十萬 五十萬的卡 它的供應固然是少 但這些卡 我覺得第三四天就要立即放 因為通常是最高點 而且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真的幸運得到這些卡 例如雷斯朗 最初三四天拿到百多萬 你真的很快可以投入數量很大 但我覺得這個很可能 就是你真的中了才算 但我都要把這個情況說出來 讓大家知道原來我中了 我要怎樣操作 這是所謂的第四個項目 第五個項目 基本上你要多做一些SBC 不是去買一些卡 而是用你手上能夠做到的卡 去完成一些SBC 去成立一些新的PAC 去開 看看會協助我中甚麼 這件事可以不用太多說了 第六就是 我的習慣是 我不會在最初會狂買卡 去打VK 因為你見到剛才的Trend 就是不是一些很特別的卡 基本上卡只會不斷的Depreciate 不斷的貶值 而每一次出一些新的Team 或者Week的卡 或者新的Event的卡 同類型的球員就會大插水 大家都會知道 OTW 拆開兩個星期出 然後第三個星期就是兩邊一起出 即是炒馬碟出 例如Timo Werner 在第一星期入了兩球 做了OTW 同類型的球員會立即跌價 在英超的前鋒 OTW 會上 他的IF 會上 但同類型的前鋒就會跟著跌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一開始就買上最強的卡 不然我不介意 那當然沒問題 但以投資的角度來說 真的沒有得到一隊球員 寧願求求競技打 SB 或者斜打 第七就是 我當你很幸運 有甚麼卡 左砌右砌 買到大約8K至10K的貨幅 其實你每一個交易 七檔八一起說 每一個交易 基本上你只要 四百至一千的貨幅 去做 不怕你賺得少 不要拿著東西不賣 來等 因為這是最蠢的做法 因為你要記住 這些Fever已經變得好像手遊遊戲 你拿著東西 它只不過是不斷貶值 除非它是一張很特別 很有用到很多的卡 基本上你只要去做一個很高的高貨幅 大家也很清楚 如果在網上網站或遊戲看 很多很厲害的Youtuber 基本上他們的賣量量很大 而不是他們的利益很高 因為炒卡也是靠肯定 很難跟你說有一張卡 你一馬買回來可以買到不買 很難的 我都不建議 我給你一個號碼 你買完後就告訴我賺錢 最好去了解概念 所以我對炒卡的做法是怎樣 之後我再準備一下 究竟OTW有沒有可以炒 新的IF有沒有可以炒 之前我都提及過 會不會有機會今集 已經可以出到 第一個月的Play of the Month EPL 因為今個月很變態 好像Richard Leeson、孫興文、文尼都入了三、四球 Henry Kane一入球四助攻 基本上 除了Henry Kane 那三個球員都是OP的卡 很多人會做 我都希望會有這個情況 如果這樣 肥料就可以炒到飛氣 我都希望是這樣 當然 剛才都說過 如果他不是出那麼厲害的卡 可能他會出其他的Play of the Month 有另一種炒法 因為我很久之前 在群組裡提過一句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過一張 開遊戲時的Pookie 還是華D 我開出來給大家看 這張TIMOO Pookie 其實這張TIMOO Pookie 很好用 那時做這張卡好像是三、四萬 但好像都用到十一月 還是很好用 如果你沒有用Lucas Mourad 然後還有一張Player of the Month 之後好像是華Dee 而是華Dee 不是奧巴美 最主要是華Dee 其實也是很好用 所以我想之後會有很多YouTuber 都會介紹 新的Player of the Month 的SBC會有多值得去做 你也知道 很多人都是看YouTube 去確認自己會做這個SBC 所以 當那張卡登上了的時候 它的肥料就會直接上升 所以我很期待 炒肥料的時候會怎樣 多謝大家 又再看到自己的頻道 可以訂閱 我盡量去上載多些資料給大家 也有些球員的資訊 我之前也會說多一點 謝謝